主院高層压榨部位首长 部位首长压基层 人力哪里来 还是基层医护 是你把人调来浩大使工 开不必要开的疫苗站 开不必要的筛检站 不做医护的照顾 那这搞什么 要在自由广场开那个 那个疫苗注射 你还记得以前在自由广场 大太阳底下走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热死了 热死了又远对不对 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 光走到那个地下那个入口 就是他底下那个入口 要走很久对不对 他让全台北市5到11岁的 孩童跟父母 一起来这个远的要死 大的要命的中正纪念堂 广场底下的 那一片建筑物打疫苗 知道车来速最近已经 让人们可以走路进去 请问我动线有没有可能交叉 你走去车来速做筛检顺便领药 然后我走去 而且去的人几乎都是快塞羊的嘛 对 人是活着的呢 我走路会交叉 然后动线交叉不太快 而且会找地方 也会找错也会碰到啊 对不对 松击筛检站 自由广场疫苗施打站 用的都是北荣的人力 好啊 筛检站很好啊 这个网友讲哦 可以开 当然大家开啊 问题是筛检量能 一个礼拜前就吵过了 你快筛羊之后 大家对于PCR筛检的需求 就会降低啊 结果 结果 前端的人力就不够啊 你要腾出床位好照顾 前端要增加筛检量能 承平时期没有修法 没有训练人员来帮忙筛检 这些事情都谁做 他说 都医护啊 府院高层压榨部位首长 部位首长压死基层 通令下去 各大医院挤出来 各大医院没办法 只好再往下压葬人力 人力哪里来 还是基层医护啊 结果是什么 是你把人调来浩大喜功 开不必要开的疫苗站 开不必要筛检站 那为什么王毕胜还说 要做PCR的需求还是存在 5月30号就今天下午诊 你看 七个 仅剩于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力可攻挂号 结果他三种还要 弄一户一户人员那一套 在那边等 那你告诉我这个 这个到底是多少 三种资源呢 三种原先不要照顾人吗 荣种资源 中正纪念堂荣种原先不要照顾人吗 那如果你把原来要照顾人的医护 跑去打疫苗 然后这个不做医护的照顾 那这搞什么